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任雪赚钱能力不行 又是一个单亲妈妈 所以她只能让父母替自己带孩子 现在这个公司 任雪已经工作了一年 算是非常稳定了 所以她才有了比较好的福利 能在过年期间拿比较高的加班费 她高高兴兴揣着这笔钱 回家来看望父母和女儿 但是父母却没想到她会突然回来 她进门的时候是中午 父母和女儿正在吃饭 任雪也饿了 笑嘻嘻地放下年货 问 妈 还有饺子吗 我也来一碗 母亲神情有些尴尬 只知无无地没有回应 女儿却把碗往前一推 小嘴一扁 哭丧着脸说 妈妈 你吃我这碗吧 我真的不想吃这个了 任雪以为女儿变得娇气了 还以为父母很宠她 一时间有些急 不希望女儿任性 让老父母为难 于是接过那只碗 鼠罗女儿 你都要上小学了 还不知道要珍惜粮食吗 姥姥姥爷给你做饺子 多辛苦呀 她一边说 一边夹起一只饺子塞进嘴里 嚼了几下之后 她的表情僵住了 话也卡在了喉咙里 任雪满腹狐疑地用筷子弄破饺子皮 看到里面的线 脸色变得非常难看 她把碗放在桌子上 劈手夺过母亲和父亲的碗 非常暴躁地用筷子把他们的饺子弄破 看到了这些饺子线 这一刻 任雪真的很想掀桌子 她大声质问父母 我每个月给你们打两千 钱呢 为什么孩子连一点肉都吃不上 吃不上肉就算了 白菜加菠菜这些是正常人吃的吗 你们呢 吃猪肉大葱的 任雪气得浑身发抖 她很难理解父母为什么要这么做 明明老家的物价消费水平 一个月只需要花五百元啊 看到妈妈哭了 女儿走过来抱住任雪的腰 用稚嫩的声音安慰妈妈 妈妈不哭 我吃菜饺子没事的 但是菠菜好难吃呀 妈妈我能不能不吃菠菜 听到女儿如此纯真可爱的言语 任雪更加痛苦 她不敢想 自己不在家的这一年 女儿究竟是如何生活的 不过 任雪其实一直知道 父母并不爱她 这么说也不严谨 应该说父母并没有像正常父母一样爱她 而是一直把她当工具人 这一切都因为她是一个女孩 父母本想再生一个的 可是母亲因为生她难产 彻底失去了生育能力 从小到大 任雪被同学或者同事欺负了 父母永远不会帮她出头 以前还会数落她两句 说她到处惹祸 可是后来连数落都没有 父母懒得评价她 因为极度缺爱 任雪年轻时也是恋爱脑上头 被渣男骗了 分手后没多久要跟相亲对象结婚 却发现自己怀了前男友的孩子 最后她被退婚 父母非常生气 他们本来打算把女婿当儿子 觉得养老终于有指望了 女儿闹出这事 他们不在乎丢不丢面子的事 反而在乎到手的女婿跑了 任雪一怒之下 决定不结婚 独自养育这个孩子 女儿出生后 父母非常失望 可任雪却觉得很解气 她就要养个女儿 并且要把女儿养得很有出息 狠狠打父母的脸 不过 任雪这些年独自赚钱养女儿 才发现赚钱是真的很困难 想赚五千以上 对她来说是难于登天 时间久了 任雪也觉得自己以前做错了 倒不是对父母有愧 而是对不起自己和女儿 她觉得父母思想奇葩 但她上学和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她应该抓紧机会为自己争取一个好的未来 结果她却浪费了时光 现在她打算和父母和解 所以她在外省工作时 给父母很多生活费 希望父母也释怀从前的种种 一家人好好过日子 毕竟这把岁数了 父母也无法再指望别人赡养他们 而且 父母虽然不怎么爱任雪 可是任雪的女儿出生后 父母也还是帮忙带孩子了 直到女儿四岁上了幼儿园 任雪才到外省工作 现在女儿寄养在父母那里一年多 任雪以为父母会善待这个孩子 可是她没想到 她在电话里听到的报平安都是谎言 她下狠心决定带孩子走 至于上学的问题 她打算找朋友托关系帮帮忙 试试看能不能有什么办法解决 实在不行 她也只能为女儿搬回来 换个新工作了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 除夕当天 我带着五岁的女儿千千 回到了湖北老家 本来一家人吃年夜饭 倒也其乐融融的 可舅妈饭桌上的一句话 直接打破了这层氛围 小浩 听说你老婆那件事 保险和司机那边是有结果了吧 我愣住了 这本不是愿意再去提及的事情 去年下半年 因为他人酒驾 我妻子遭遇车祸离世 将后续事情全部了结之后 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我好不容易从这件事里面缓过来 我不太清楚 她为什么要在这里 又就是重提 嗨 你别想多了 舅妈摆了摆手 朝我笑了一下 说道 这不是听说赔了不少吗 听说有个百十来万的 你一个大男人在上海 又没开销的 钱肯定攒下来了不是 我这不家里有点事吗 这钱要是没啥用 不如借我们家用一用 那一刻 我沉默了 我舅舅一家啥情况 我是在了解不过了 他们一家三口 几乎都是游手好闲 没啥正经工作 我舅舅舅妈夫妻俩 就是在外面打零工的 长时间混迹于麻将桌子上 而我表哥更绝 网赌 网贷 啥都碰了 我之前不知道 他总是以外婆生病 要给外婆家里 添置点什么东西为由 零零散散地找我拿钱 至于他赌博 欠烂账的事情 还是我爸有一次打电话问我 表哥有没有找我 他支支吾吾的 我这才知道 我表哥网贷 借了那种714高炮 没钱还 别人威胁要上门 他们一家又没钱还 就直接一家子 去我家里坐着 软磨硬炮 就是那种逼着我爸妈 让我爸妈借钱给他们 那一次 我爸妈碍于亲戚的面子 借了他们五万 关键是不止这一次 至于说还 就仿佛跟个没事人似的 你不说 他就当没事发生一样 我没想到 他们又会盯上我这一笔钱 那可是我老婆的命钱 而且还是在大年夜的饭桌上 舅妈 那笔赔偿金 我把一半给了我岳父那边 做他们的养老钱 剩下的也不多了 原本这次回来 是看着千千年龄也到了 我打算在老家这里 给他买一套 靠近是一小那边的学区房的 你也知道价格高 我首付还没凑齐呢 这不打算找我爸妈再凑凑吗 这大过年的 外婆也在 我不太好直接发作 而且我本来就有这种打算 我爸妈是那种亲情 看得比较重的 又不是那种完全拉得下面子的人 我是真的怕我们家 也被他们直接拉下水 可我话刚说完 我舅妈的那一席话 直接让我惊住了 一个女儿而已 又不是儿子 读那么好的学校干什么 读书好有啥用 以后不还是要嫁人的吗 你看我小时候读过什么书吗 到现在不也活得好好的吗 再说了 你女儿要读书 你不是还有你岳父那边吗 他们家不就你老婆 一个独生女 你老婆现在死了 他们要钱有啥用 让他们去买呀 还怕没人管吗 舅妈 这钱我是不可能借的 我岳父他们那边 身体不怎么好 钱本来就是 留给他们二老养老用的 大过年的 这事儿就别再提了 我收起了笑容 一本正经的开口 我算了算 我现在买房还差点 我记得你们之前 在我爸妈那拿了几万块吧 欠条也没写 要不现在补一个 利息的话 按照银行正常的来 就可以了 一句话 不借 很显然 我这不按常理的出牌 让他们也没想到 舅妈尴尬地笑了一声 但随后的语气里 带着一些阴阳怪气 还是大城市能改变人呢 大家都还是亲戚嘛 没必要搞得这么生分 而此刻 原本坐在一旁吃饭 一言不发的舅舅 看着我爸妈也开了口 咱以后还是得让孩子 多联络联络 毕竟都还是一家人 血浓于水的 钱不钱的 不都是咱一家人的钱吗 谈多了 伤感情 小妹 要不是有困难 我这个当哥哥的 也不会和弟弟妹妹开口不是 之前找你们拿的那些钱 这不也因为困难 所以没还吗 这次你折小飞 在外面投资什么屁着屁 赔了点钱 这不是得着急把窟窿给堵上吗 小飞可是我们老林家 这一代最后的男兵啊 总不能看着被那群上门逼债的 给逼死绝了后啊 小妹 妈 你们说是不是 老头子在天上 还希望看着咱老林家 抱虫孙子呢 咄咄逼人 这两人唱双黄式的几句话下来 让我爸妈在当时 有点手足无措 可 可这是小号的钱 我们 也 没等我妈把话说完 我那舅妈直接一摆手 接过话查 她的钱 不就是你的钱吗 小孩子被大城市迷了眼 但了亲情 咱大人可不能啊 我表哥也站了起来 直接走到了我爸妈面前 就是 姑姑 您放心 我已经知道错了 等我挣到钱了 这钱我指定还你们 那一刻 我再也忍不住了 那模样 那表情 这舅舅一家人的嘴脸 就仿佛已经吃定了我一般 砰的一声 我站了起来 直接将桌子拍的一响 随后我指着表哥的鼻子 直接开骂 林志飞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是个什么东西 还还钱 你用命还吗 还有你们一家 欺负我外婆老年痴呆 身体不好 血吸完了 吸不出来了 现在又想来吸干我们 别说你们是我长辈 就你们一家这副德性 算个什么东西 想借钱是吧 行 我外公去世后 留下来的遗产 房子 先土出来 当初我们家 可一分没拿 要不然 你们就滚 我直接打开了屋子的门 陈昊 你在说什么 我堂哥冲过来 想冲我动手 可下一秒 却被我舅妈给拦了下来 我舅妈低溜着双眼 不知道再想些什么 然后板着脸 开始训斥我表哥 动手动手 一天到晚就知道动手 大过年的 老人还在这呢 这么闹不就伤了和气吗 随后又看着我笑了一下 说道 小浩 你别怪舅妈说话不好听 舅妈年纪大了 又没读过什么书 粗人一个 别介意哈 借条嘛 等过完年 我让你舅舅写一个 给你们家送过来 怎么样 这几句话下来 直接是把我们家 给架在火上烤了 这一下 我爸妈倒不好意思了 我妈连忙摆摆手 害了一生 都是一家人 什么借条不借条的 小浩也是喝多了 别听孩子胡说 那一天的年夜饭 又恢复了一团和气 谁也没再提前的事情 可我知道 我舅舅他们一家子 以他们的性子 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再憋着坏 再看我爸妈那副样子 很明显 再这样下去 迟早会因为 他们所谓的亲情的拖累 被这一家子给吸干 走 必须得走 我心中的这种想法 愈发强烈 只有远离这一家 我爸妈才能摆脱这种情况 我爸妈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 把老家的房子卖掉 再东拼西凑一点 还是能在上海的郊区凑一套首付出来的 等舅舅走之后 当我把这个想法给我爸妈说的时候 我妈看着因为困了就留在我家的外婆 犹豫了 我外婆老年痴呆 前段时间还查出了癌症 因为过年才出的院 我们走了 我外婆怎么办 当然是一起走 我没有犹豫 上海的医疗资源 也好过我老家这种小城市 就算路上颠簸一点 也总比待在这 继续被我舅舅那一家寄生虫 继续吸血得好 最终我爸妈也点了点头 于是当天晚上 我联系了做房屋中介的同学 开始着手进行一些准备 第二天 按照和我同学的约定 去他门店里先聊一聊 准备等过完年 就离开 走的时候 想起前一天晚上 我舅舅他们那一家人的嘴脸 我提醒了我妈 说有什么事 就赶紧给我打电话 他们一家来了 赶紧和我说 可没想到 就这句话 一语成衬 就在我开车途中 我接到了我妈的电话 我女儿出事了 她和我外婆 在小区外小广场玩的时候 失踪了 接到电话后 我的心在瞬间猛地一颤 妻子离世后 女儿就是我的命 那一刻 我都感觉到 自己的手脚在飘 不听自己的使唤 我连忙将车停在了路边 电话那头 我可以很明显地听到 我妈的声音是站立的 我告诫自己 不能慌 深吸一口气 稳住自己的心态 随后问我妈 你们现在在哪儿 报警了吗 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 紧接着 我问清楚了 我妈是什么时候 发现千千不见的 距离现在 大概过去了多久 在我妈和我说完后 我连忙打电话给 住在我家附近的一些朋友 将孩子的照片 发给了他们 求他们帮我一起找找 毕竟 派出所出警 包括调取监控 都要时间 可时间并不等我 紧接着 我直接一脚油门 朝着我女儿走失的地点 开了过去 一路上 我原本还寄希望 与女儿自己贪玩 再加上对附近不太熟悉 又正好是春节 广场上在搞活动 人一多 就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了 不认路 可我们十几个人 整整找了一天 等天彻底黑了 我女儿依旧没有任何踪影 那时的我 已经是有些崩溃了 我妈很自责地 就站在那里哭 说原本以为 只是在家附近 不会有什么事情的 就在我们一家 已经有些不知所措的时候 派出所的电话 给我打了过来 说发现了我女儿的监控 让我们过去看一下 可当我们一家 发了疯一样 赶到派出所 看到监控画面的时候 那一刻 怒火直接涌上了 我的心头 我看到了我的表哥 他从我外婆手里 接过了我女儿 我女儿是被他抱走的 就是他 他拐走了我的女儿 这绝对是有预谋的 是绑架 警察同志 赶紧抓人啊 心中的火抑制不住 我指着电脑屏幕 整个人颤抖着 我预想过 他们一家 不会善罢甘休 可没想到 他们竟然把我女儿 当起了筹码 既然查到了人 我女儿就可以回来 可没想到的是 站在一旁的我妈 却说话了 警察同志 这应该是误会 我们不报警了 不报警了 这是我辙 我们自己家的家事 我一脸不可思议地 看着我妈 我爸也拉扯着我 示意我到外面再说 等到了派出所门口 心中的恨在瞬间爆发出来 爸 妈 你们到现在 还在袒护着你们辙吗 到底谁才是 你们的儿子 被抱走的是你的孙女呀 我妈沉默了一阵 开口了 也许 你表哥 可能只是带千千出去玩了 再怎么样 他都是千千的亲叔叔不是吗 一家人 都还有亲情的 亲情 亲情 这两个字 此刻的我听起来极为刺耳 因为亲情 他们一家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因为亲情 他们一家就可以当吸血虫吗 先吸干外婆 再到我们家 最后到我 因为亲情 他妈的就可以毫无顾忌地抱走我女儿吗 真他妈的讽刺 那一刻 我的身体都在抖 一股无力的绝望感 席卷全身 可看着我爸妈 我妥协了 我当时想的是 我惹不起你们一家 我多总可以了吧 你不是要钱吗 我给你总行了吧 我拿起手机 拨打了我表哥的电话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 我表哥那边的声音很嘈杂 你在哪儿 我女儿呢 我开门见山 可他仿佛完全没听见一样 喂 你说啥 这边声音太吵了 我听不见 表弟啊 你电话打来得正好 你表哥 我这边需要用点钱 方便转过来吗 他是故意的 他不跟我提女儿的事情 就是怕我录音 他就是为了钱 我的手紧紧握了一下手机 忍住了心中的怒火 要多少 我给你转过来 下一秒 他挂断了电话 紧接着 我就收到了一个 收款金额为 48888的收款码 下面还有一段视频 耀眼的射灯 无数人跟着舞台上的DJ 在摇晃 而后 我表哥的嚎叫声 从视频里传来 感谢我表弟的盛情款待 全场的消费 今天我来买单 我让我爸妈 先回去照顾我外婆 而我则蹲坐在路边的花坛上抽烟 一根 两根 我希望林志飞能信守承诺 收了钱 能让我女儿平平安安地回来 看着天空中灵星飘落的雪花 我的心里一团糟 原本回来是为了解决 他们一家的问题 可是现在 却让女儿身陷淋雨 半个小时后 我接到了我妈的电话 舅舅和舅妈 把我女儿给送了回来 可我女儿却出了点意外 我发了疯的往回感 见到了女儿 原本乖巧可爱的女儿 此刻的脸上全是惊恐 我小心翼翼地问她 发生了什么 可一问 她就是哭 随后 整个身体就往沙发里面缩 感觉根本不让任何人靠近 等到哭累了 好不容易睡过去了 我把她轻轻抱到床上 我可以清晰地看见 她整张脸上布满了泪痕 小小的身体蜷缩着 眉头皱起 仿佛在做着可怕的梦 那一刻 我的心都是碎的 可我却拿他们一家 毫无办法 且不说光脚的 不怕穿鞋的 我现在连报警都没有用 他们把我女儿带去哪了 干了什么 他们可以有一百个理由去解释 而可笑的是 钱是我主动给他们的 我真的什么都做不了 原本计划着 过了年后再搬去上海 可女儿出了这档子事情之后 我打算立刻就走 我怕他们一家 又要出什么幺蛾子 哪怕先去那边租房也行 老家的房子等安顿好后 我自己再回来处理 可当我找到爸妈 和他们说起这件事的时候 他们却再次犹豫了 说大过年的 谁家大过年搬家呢 随后我妈说道 你表哥 打小胆子就不大 干不出来什么 伤天害理的坏事 这孩子本性其实并不坏 可能这次是被钱逼急了 千千不也被送回来了吗 你舅舅说带着他出去玩了 可能不太熟 所以把孩子吓着了 休息几天就好了 搬家这事 等过完年吧 我这次没有再听我爸妈的话 我是真的一刻也待不下去了 妻子离世后 女儿就是我的逆临 我不容许任何人 再次伤害到她 第二天早上 我开车出门 准备买点回上海路上 需要带的东西 可这么一个空档 又出事了 我再一次收到了 我表哥的微信 又是一张照片 照片上 我女儿正被我舅妈抱在怀里 脸上是一脸的不情愿 随后 她又给我发来了一行文字 听说你们准备回上海 那一刻 我积压已久的怒火 在瞬间爆发 手上刚刚买的东西 直接被我扔在地上 所有人都对我投来了 诧异的目光 仿佛 我是个发了疯的神经病一样 我蹲下身子 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 身体在不断颤抖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一家要这样 为什么不肯放过我 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回了家 看着坐在我家 有说有笑的舅舅一家 我直接一把冲上前去 把女儿抱在了怀里 随后压着怒气问道 你们今天来干什么 你们又想干什么 小浩 我妈打断了我的话 反倒是一脸责备养 你这是干什么 他们一家是过来做客的 说着 还端着一盘水果 放到了他们几人的茶几前 没事 舅妈摆了摆手 这不是听说谦谦这孩子 被吓到了吗 就过来看看 小飞这孩子太毛躁了 原本只想把谦谦接我们家里来的 结果这事整的 而这时 表哥也从沙发上站起 向我走来 我可以很明显地闻到 他身上的酒气 表弟啊 还是得感谢你昨天帮我呀 哥 听说你 这么快就要回上海去 挺可惜的 咱哥俩没好好续续 不过没事 姑姑刚告诉我了 你上海住的地方和工作单位 等过完年哥哥 我去上海看你呀 正好我也没事做 我表哥笑了 他那张肥猪样的脸上 一抖可以晃三下 我看到了吃定我的表情 说完 就拍了拍我的肩膀 有恃无恐 我表哥说出这番话的时候 我恨不得现在拿把菜刀 把他们一家三口砍死 我走 回上海 他知道我的工作地址 他可以随时去闹 随时去不断地吸我的血 辞职 离开上海 我又去哪里 我就是一个普通打工的 35岁 到我这个年龄 失了夜 工作都难找 我拿什么养活 我的女儿 我现在把她砍死 然后呢 我得去为这家子 混蛋偿命 我父母也会永无宁日 我女儿又怎么办 那一刻 我仿佛陷入了死循环中 可没想到 两天后 我表哥 再一次触碰到了我的底线 我没想过 我表哥会顾忌重施 往后的两天 我已经把孩子看得很紧了 除去在家 在外面几乎是寸步不离 可我女儿 自从那次被他们抱走之后 整个人就和换了一个人一样 不爱笑 看她喜欢的动画片 也没有了以往的开心境 每天晚上 几乎都会被噩梦惊醒 需要哄很久才能睡着 出事的那天 我带她去了医院的 儿科心理诊所 希望解开她的心结 可刚到医生办公室 一个电话就打了过来 是公司领导的 我寻思着在医院 办公室里面又有医生 这里是公共场合 几分钟打完电话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就出医生办公室 找了个安静的拐角 接了电话 前后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可当我转身回去的时候 我愣住了 我看见了我外婆 一个人坐在医院的走廊里 嘴里还念叨着 千千千千千 她不是在我表哥那里吗 那一瞬间 我意识到了情况的不妙 瞬间跑到了医生办公室 打开门 里面却只有医生一个人 下一刻 我听见了女儿的尖叫声 我转身立马跑了出去 在转角的楼梯口 我看到了一个肥胖的熟悉的身影 正抱着我女儿 而我女儿正在她怀里不停地哭闹 紧接着 我听见了我表哥的声音 哭什么哭 再哭就把你给丢下去 说着 做事就要把我女儿往外抛 而这一幕都被我看在了眼里 林志飞 我怒吼了一声 你要干什么 听见我的声音 我表哥回头看了我一眼 随后笑了一下 你来了 下一秒 她哀压了一声 她的脚一滑 我女儿 从她手上飞了下去 滚下了楼梯 她是故意的 医生的诊断 我女儿左小臂开放性骨折 需要立刻手术 望着被推进手术室的女儿 我怒火中烧 手上抓着我表哥的衣服 不让她挣脱 而我直接选择了打报警电话 这次 谁来劝都没有用 警察来得很快 也很负责 当我爸妈听到消息赶到医院的时候 警察已经把我表哥带回了派出所 并调取了医院的监控录像 我还记得 我表哥被带走的时候 还冲我笑了一声 看着手术室亮起的红灯 又看了一眼 焦急面色的父母 我开口了 爸妈 这就是你们 想看到的结果吗 这就是你们 口口声声的亲情吗 你们孙女 现在躺在手术室里 情况不明 对于我的问题 我妈愣住了 顿了一会儿 她这才说到 爱 我们也没想到 我原本以为一次 两次就够了 你外婆还在 日子也不多了 之前想的是 不想让她走之前 看着我们闹成这样 能让就让 看着我妈的表情 此刻的我心里五味杂陈 心里唯一未解的是 这次我爸妈 没有再为我表哥说话求情 其实 他们早就意识到了 继续这样下去 只会被表哥他们一家 给彻底吸干 只是为了维系 他们那个破亲情 我女儿的手术 也很成功 下手术之后 就被送回了普通病房 原以为 这一次起码能让我表哥 在里面待上个几年 让他们一家 老老实实地消停一阵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 晚上十一点的时候 我刚让我爸妈回去休息 我表哥竟然又出现在了 病房门口 他被警察给放了出来 他那张猪脸上 布满了戏谑的笑容 瞧着我 仿佛炫耀天大的功绩一般 炫耀着自己是 如何出派出所的 监控录像 拍到的是我外婆 从医生办公室 带出了我的女儿 随后 他才从我外婆手中 接过的我女儿 至于楼梯口发生的那一段 楼道的夹角 属于监控的死角 什么都看不到 他一口咬定 是看见外婆带着我女儿 于是他抱着我女儿来找我 结果 因为我吼了一声 他脚一滑 他摔了出去 这才不小心 让我女儿受了伤 至于别的 一切都是巧合 外婆刚好要来医院检查 碰上的 怎么样 这个故事 没有一点逻辑漏洞吧 还有 别人都能证明 是你吼了那一嗓子呢 我表哥不紧不慢地走到我面前 那时的我双拳紧握 双眼在冒着火 恨不得 直接把他摁在地上揍一顿 而我表哥 则笑了一声 说道 是不是想动手 来呀 这里可有监控录像呢 到时候 我往地上一躺 又是一笔钱 顺带我再告你个故意伤害 咱就不说你得赔我多少 你打中了 是不是还要进去蹲几天 滑得来吗 你就是个患得患失的人 你们全家都是 说到了这里 他压低了声音 顺带和你说一句 我就是故意的 原本还想着 拿你女儿再换点钱 后来看你来了 我觉得 以后去上海再找你要钱 太浪费我的时间了 不如你和你女儿暂时留在这 多好 我看着我表哥 一脸笑容地走出病房 没有动手 而是站在了病房旁边的走廊上 点燃了一根烟 为了女儿 我已经退了 让了 可一次 两次 三番五次 他还要拿我女儿做威胁 我的眼神充满了力气 一时间 无数的想法涌上我的心头 这种无赖 只有解决掉他们 让他们一家彻底消失 我们家才能得以安生 是你们逼我的 我只是想安稳地过日子 看着空中砸下的雨点 我掐灭了手中的烟 那一刻的我 已经变得十分冷静 林志飞 你说得很对 我太患得患失了 可是你 却一次次地踩到了我的底线 我拿起手机 拨出了电话 我需要你帮我 三天后 年还没过完 我外婆因为病情加重 也住进了医院 那天 我去楼下肿瘤科 看我外婆的时候 刚好表哥也在场 也不顾外婆 还在打着吊瓶 一只手夹着一根烟 整个人就低着头 刷着抖音 而此刻 满屋全是烟味 再看我外婆 吊瓶已经打空了 针管内已经开始回血 我连忙喊着医生过来 随后质问我表哥 到底在干什么 外婆身体本来就不行 医生说回血 已经有段时间了 如果不是发现得及时 很有可能对外婆的心脏 造成不可逆的影响 从而导致 我外婆病情进一步加重 而我表哥 则头都没抬 继续刷着他的抖音 然后一脸很不耐烦的模样开口 这不没注意到吗 谁能无时无刻不注意到 那个透明瓶子 再说了 他死了 对我有什么好处 医药费有国家社保单着 每个月活着还能有养老金呢 再怎么样 我也不会和钱过不去不是 钱 又是钱 这一家子的眼里除了钱 就没有别的东西了 你不是要钱吗 我给你 我盯着他 说道 我给你五万块 外婆以后就由我来照顾 和你们一家以后 没有任何关系 我表哥猛地抬头 一脸别有意味的表情瞧着我 你也盯上了老太婆的养老金 还是盯上了他死后单位给的抚恤金 也对 搞个葬礼 指不定还能收一笔红包 五万块钱 说不定你还有的账 说着 他站了起来 这样 再加两万 这老婆子买断给你了 行的话 下午 我给你个银行卡 钱打进那里就行了 我也省得麻烦 说着 一口浓潭 就随便吐在了地上 行 我没有犹豫 点了点头 就当我准备离开的时候 我手机响了起来 我随手按下了接听按钮 你好 是陈先生吗 关于您给张美玲女士购买的重级保险 已经审核通过 我们想再次确认一下 受益人是林小红 电话对面 男人的声音很大 我这才意识到 我是无意间触碰到了免提按钮 你稍等 我连忙打断保险工作人员的电话 随后把手机切换成了听筒模式 快步向病房外面走去 等我接完电话 回头的时候 却发现表哥不知道什么时候 竟然站在了我的身后 看着我 他笑了 想不到 表弟不愧是大城市出来的 想得还挺多的 我说呢 七万块 你咋答应得那么快 原来在这等着呢 咱俩可是一类人啊 我故作糊涂 表示听不懂 就准备离开 我表哥却一把把我拦了下来 老太婆的疾病保险 三十五万 老太婆去世就能拿 我可都听得真真切切 我听说千千 这几天就快出院了吧 我这个做叔叔的 是不是得去探望一下 你说是买树花好呢 还是买个玩具呢 你想要干什么 我的脸色猛得一沉 贺问道 我表哥则拍了拍我的肩膀 一脸笑意 别那么紧张 我只是想知道 那份保险的受益人 能改吗 到时候 你继续做别人眼中的孝子贤孙 一个伟大的单亲爸爸 我继续做你们眼中的人渣 不挺好的吗 那张堆满肉的脸 一抖一抖的 令人作呕的表情 仿佛是吃定我一样 我答应了 看着表哥一副得意的模样 我的双眼微锤 露出了阴逸的目光 可你 真的是吃定我了吗 两天后 我让爸妈在医院照顾着千千 而我和保险办理人员 约定在了医院附近的一个茶楼 等了很久 我表哥才不紧不慢地走了进来 这种保险受益人更迭的手续办得很快 根本不需要耗费多少时间 而我表哥则看得很仔细 来来回回翻了十几遍合同 在三番五次确定 保险受益人从我妈变成了我舅舅的名字 才签下了名字 我可以很清楚地看见 当我表哥看见赔偿金额是三十五万的时候 整个眼睛是在冒光点 谢了 表弟 我表哥走的时候 还带着嘲讽的语气和我道了一声谢 随后端走了茶楼里我们点的两盘点心 哼着小曲就往外走 很明显 心情很不错 大概等了几分钟 一直做我对面的保险办理人员突然间开口了 为了这么个人渣 赌上了你的工作和后半辈子的生活 为了我女儿 我什么都愿意放弃 没错 我和这名保险办理人员早就认识 他是我大学室友 也是我的老乡 胡顺元 他大学毕业后 就回到了老家从事保险行业 那通电话就是我打给他的 我的目标是让那一家子 合理合法地彻底在我的生活圈消失 说真的 这事儿风险其实并不小 如果出现什么意外 也是要担责任的 我当时都想明白了 如果他拒绝也是正常的 可我没想到的是 他居然一口答应了下来 只是为我有些不甘 那份疾病保险自然是假的 合同的条约都是按照真的合同改出来的 正规的疾病保险 且不说被投保人不能有病 并且整个审核是有一定期限的 不过对于那不学无数的舅舅一家 足够了 况且这笔钱我还真赔给他 为了让他上这个套 我辞去了工作 取出来自己存了十多年的公积金 凑出来了一笔钱 既然鱼已经咬钩 那么接下来就是静待时机 然后把他们推进彻底的深渊 一个星期后 元宵前夕 因为费转移 加上年老出现的多种并发症 外婆还是没有挺过这个年 走了 外婆离世的前夕 我舅舅他们一家 签署了放弃抢救书 那一刻 我的心里五味杂陈 一方面是内疚 自责 外婆的离世 成了我复仇中的最后一环 而另一方面 我觉得这是表哥他们一家 这辈子做得最他妈对的一个决定 放弃抢救 不坐插管不进ICU 让我外婆在这个并不平静的年里 走得平静一点 我们把外婆接回了家 支起了灵堂 开始陆陆续续有人过来悼念 按理来说 应该是舅舅他们一家 作为长子出来接待 不过他们一大家子却消失了 也对 马上就有一大笔钱入账了 红包这些迎头小利 他们怎么可能看得上 果不其然 当天晚上 就在表哥他们一家回来不久后 老胡给我发了一条短信 钱已出 忙活完外婆的葬礼 我和我女儿踏上了去上海的火车 只不过 我和女儿在陆安就下了车 我把她送到了她姥姥姥爷家 毕竟接下来每一步 一旦出现问题 以我表哥他们一家人的秉性 后果都无法预估 女儿在我的身边 我怕又出现什么意外 而后 我又买了一张去上海的票 到了红桥火车站 拍了一张照片 发了朋友圈 新的一年 新的开始 这条朋友圈 自然是给我表哥看的 让她觉得我和女儿还在她的掌控范围之内 她还能像之前一样去吸我们的血 做完这一切之后 我又买了一张回老家的车票 这一次的我 连我父母都没有告诉 一个人在我表哥家附近 租下了一套房子 不得不说 自从拿了那一笔钱之后 我表哥的生活质量 可谓是直线上升 朋友圈里各种酒吧 KTV 各种狂嗨 群魔乱舞的镜头 而且他还觉得 自己似乎赚了运 在他常去的那家棋牌室里 前两日似乎多出了一个冤大头 根本不会打牌 每天两三千两三千的 往里面搭钱 以至于接下来几日的朋友圈里 他又多了一项日常 炫耀自己的排忌 炫耀自己赢了多少多少钱 手机换了 DJ买了 还染了一头黄毛 配合着他那一张猪脸 就像一朵盛开的菊花 可他不知道的是 他这一切的钱 花的都是我的 包括打牌迎来的 那个冤大头 是老胡介绍给我的 是个老赌棍 目的就是为了输钱 他输多少 我补多少 一天再额外多加一千五 我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表哥的欲望 无限膨胀 最后 把他自己给撑死 而这一输 就是一个多月 输多赢少 一个多月的时间 我前前后后 搭进去了十多万 我表哥被我养得 可谓是满脸油光 整个人肥了一圈 满脸都是红光 我看着日历上的时间 已经是快要临近四月了 快了 要到时候了 我笑了一下 表哥 你知道吗 我给你找了个好日子 三月底 我叫来了老赌棍 扔了一包钱给他 里面是三十万 是我最后家当 我要让我表哥输 输得倾家荡产 输得无路可走 这样 我才能让我最后一步的 复仇计划 得以实施 而他赢的钱 包括我表哥输的赌债 我一分钱不要 行 老赌棍点了点头 第二天 老赌棍带来了两个男人 两个人都看着比较瘦 眼神中带着凶狠 后来我才知道 这是两个粉仔 老赌棍说 需要这两个人进行配合 接下来的几天 这两个人加入了 我表哥和老赌棍的赌局 依旧是书 直到三十号的那一天 老赌棍告诉我 可以了 时机到了 我被老赌棍带到了他家里 然后给了我一部手机 手机上连着的是 他们家的监控 监控画面正对着他家的客厅 而客厅里放着一张麻将机 随后他把我领到了一个房间 让我在里面等着 半个小时后 老赌棍再回来的时候 随行的人里就有两个粉仔 和我的表弟了 我听见了表弟的声音 带着笑声 老周 今天咋有兴致 请我们来你家打 这段时间还没输够呢 想来你家转转运呢 老赌棍则陪笑了一声 这不周末吗 咱可以打个通宵 我这有房间 到时候困了在沙发上一躺就行 则 你是怕输得难看 在外面丢脸吧 很快 屋外的麻将机声就响了起来 而我表弟胡牌后的叫嚣声 也传了进来 碰 吃 糊了 给钱给钱 我说你们仨这手气也不行啊 做这么大的牌 还不是让我跑了 给钱给钱 一家两百 还是以往的套路 继续输 不到两个小时 我从监控里看到 我表哥少说 已经挣了三四千元 而这时 在我表哥又糊了一把后 其中一个粉仔 把手中的牌推倒 嘟囔了一句 搞什么吗 最近手气太差了 天天输 这几块几块地打 要赢回来 不知道什么时候 不打了 做事就要离开 这句话 无意间触动了 打得已经快要上头的表哥 连忙开口 将人拦了下来 我也觉得是 这一局一两百一两百的 也没啥意思 要不咱搞点大的 两张的底 也好让几个老哥 回一下本 此刻的他 觉得运气都在自己家这一边 遇到三只肥羊 怎么肯放过 这 老周犹豫了一下 又看了两旁的粉仔 太大了 不太好吧 再大能有多大 玩玩吗 你说是吧 再说了 输这么多 你们刚不也是想要回忆剥血吗 这不是给你们机会吗 你们说是不是 张兄弟 高兄弟 说着 我表哥的目光 又瞅向了两个粉仔 那行吧 不过咱可说好 输了可不兴赖账的 也不能不认 那是自然 在我表哥眼里 这三人可是活脱脱的撒散财童子 看到他那一副赌徒的模样 我笑了 好戏要开始了 从他说要加码开始 就已经翻不了身了 五个小时的时间 我表哥的眼睛已经沙红了 整个人身上冒着热汗 鼻孔里喘着粗气 他一把都没糊过 五个小时 他输光了身上所有的钱 甚至压上了我外婆的房子 从他们手里借了三十万 也没了 望着自己手中的牌 隔着屏幕 我都可以看见他身体在颤抖 当他摸起下一张麻将的时候 他笑了 我说嘛 怎么可能一辈子那么呗 六万 杠 胡了 下一秒 三家直接推倒了面前的牌 抢杠 我表哥愣住了 脸上写满了不敢相信 看着这一幕 在房间的我笑了 想翻身 三家做局打你一个 怎么可能翻得了 老赌棍站起来 伸了个懒腰 林兄弟 今天你手气可备啊 要不咱把账算一下 欠我们的三十万 你怎么结 不可能 那一秒 我表哥陷入了一个疯狂的状态 猛地站起身子 一脚 直接将麻将桌给踢翻 一定是你们出老千 是你们做局 你们合伙搞我的钱 没错 就是你们搞我的钱 下一秒 我表哥直接被那个高兴粉 载砰的一声 摁在了墙上 整张脸开始变形 老赌棍开始不紧不慢地说道 林兄弟 这就是你不地道了 之前我们老叔的时候 也没见说你出千 况且我们也没逼着你打 都说了玩小的 你非得搞那么大 愿得了谁 你说我们出千 这得好好说到说到了 你有证据 今天赢的钱 我们全部退给你 你拿不出来 今天的钱按照规矩得翻倍 拿不出来的话 一根指头十万块 说完 另外一名张姓粉仔 直接掏出了刀 就把他的手摁在了墙壁上 我 我没钱 我表弟有钱 让我给我表弟打个电话 他肯定来救我 当听到我表哥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我冷笑了一下 外婆刚去世 房子户主都没变 他哪来的钱 而是到如今 还想在我这里拿到钱 是把我当ETMG 当习惯了 很快 我就接到了表哥的电话 看着来电显示 我直接摁下了挂断 一连三次 这就是你所谓 有人来拿钱捞你 张姓粉仔一耳光 直接抽在了我表哥的脸上 随后 拿刀直接抵在了 我表哥的手指上 你说 从哪个手指开始比较好 我表哥哪儿见过这种阵仗 瞬间就被吓哭了 下一秒 我就听见老赌棍骂了一声 这么大人了 还尿裤子 给他一周时间 剩下怎么做 你看着办 我用老赌棍给我的手机 给他发了一条消息 而果不其然 我表哥又开始发出哀嚎的求饶声 给我点时间 我只要几天时间 让我找到我表弟 他一定把钱给你 看到我信息的老赌棍 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我的表哥 随后说道 时间嘛 可以 不过你这种人 我见多了 跑路的不少 我得留下点证据 那天 我表哥被扒光了衣服 站在阳台上 就仿佛一坨巨大的五花肉一般 手里举着六十万的欠条 第二天早上 我主动把电话 给我表哥回拨过去 下一刻 我就听见了他的怒嚎 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 开会 怎么了 我平淡地回答道 给我转钱过来 有多少转多少 别耍花样 我可是知道你和你女儿 在上海哪里的 这一刻 我表哥仿佛已经被逼疯了 说话也丝毫不给机会 直接开口威胁 我的钱不全被你吸干了吗 我哪来的钱 再说了 外婆离世保险的钱你 不也拿了没多少天吗 那可是几十万呢 今年清明扫墓上山我会回来 有什么事到时候再说 说完 我直接挂断了电话 该说的 我都已经点过了 不知道我那个表哥 能不能意会到什么 一连两天 我表哥那边 没有任何动静 甚至是连门都没出 我知道他是想拖 找机会跑路 可是老赌棍那边 可不会给他这样的机会 毕竟我说过 哪怕他欠的钱 都是归他们的 每天一张 我表哥举着欠条的全裸照片 定时定点地发到他手机上 终于在第三天 我接到了老胡的电话 你表哥今天给我打电话了 只不过那家伙 真他妈不是个东西 老胡表现得义愤填膺 语气中带着怒火 这孙子 首先问的是 能不能给你和千千买保险 受益人填他们一家 又问了叔叔阿姨 啊 听到这 我冷笑了一声 林志飞还真没辜负 我对他的期望 再一次把主意打到了 我们一家的身上 这孙子 老胡接着道 我直接和你表哥说了 意外伤害险 如果是他人购买的话 只能作用于直系亲属 并且还特意点了他一下 最近我们公司推出的新产品 保额大 手续简单 审批快 就这两天在搞活动 他和我说 下午来找我签合同 听着老胡的话 我沉默了一会儿 说了一声 谢谢 随后看向了桌子上的台立 在清明节那天 画了一个圈 清明那几天 是下着雨的 我们老家那边 老一辈人 几乎都是 在山上买的私人墓地 我外婆也不例外 不通车 只能不行 连日的雨 让崎岖的山路 变得泥泞不堪 这倒给我表哥提供了方便 上山的路上 我表哥故意拖在很后面 走得很慢 我爸妈他们倒没怎么怀疑 毕竟之前我表哥一向如此 直到我们到了我外婆的坟前 也只能看见我表哥一家模糊的人影 在半山腰上 吃力地向上爬着 我爸妈没有管他们 在我外婆的坟前点燃纸竹 摆起了果盘开始祭拜 一切和之前没什么区别 直到我刚给外婆跪下 磕了三个头的时候 突然间两声凄厉的惨叫声 传了过来 紧接着 我听见了我表哥的声音 爸 妈 当我们赶过去的时候 我舅舅 舅妈 趴在山崖下 一动不动 我瞥了我表哥一眼 他脸上全是惊慌 因为是山路 救援人员上来得很慢 等我舅舅 舅妈被抬上来 送到医院的时候 时间已经晚了 一死一伤 舅舅当场死亡 舅妈脑子受到重疮 医生说 及时醒来 百分百会成为植物人 那一天 我看到了我表哥影帝级的表演 他跪在抢救室外 身体一颤一颤的 哭天腔地 说自己对不起爸妈 要不是自己手滑了没抓住 他们也不会遭此恨火 如果不是当天晚上 老胡给我打电话 说我表哥找他问保险生效的事情 我还真以为他是真情流露 没有监控 没有目击证人 上山的路也是 拧硬不堪 根本查不出来什么 虽然前几天给他父母买了人身意外保险 再加上他欠债的事情 值得怀疑 但是根本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证明是我表哥所为 我表哥也咬死 这一切都只是巧合罢了 警察那边也只能一罪从无 让我表哥去做了笔录之后 就放了出来 至于说舅舅 舅妈的事情 基本上就会被定性为意外了 我表哥的计谋 似乎得逞了 我舅舅的灵堂 很快就被支了起来 我表哥一脸卑切的模样 接待着来哀悼的人 面对别人塞过的红包 也拿得丝毫不手软 可那副悲伤的表情下 却难掩即将拿到钱的喜悦 如果没有意外 几天后 保险的赔偿金就会下来 除了还钱外 他又可以继续快活逍遥一阵 灵堂外 表哥找来的影音设备 在一手手地播放着 怀念父亲的歌曲 舅舅的照片 在幕布上显得格外醒目 也格外刺眼 我表哥不知道 是实在难掩激动的心情 还是被这氛围所感染 人多的时候 竟然拿起话筒 来了一首 《我的老父亲》 《我最敬爱的人》 看着这幅画面 我不禁觉地有些想笑 不知道九泉之下的舅舅 看着这幅 父慈自笑的画面 会怎么想 不过 他们很快就能父子团聚了 我走到了链接 投影仪的电脑旁 直接插上了 我早已准备的U盘 幕布上 画面变了 虽然画面模糊 但是上面的人 依稀可以辨认 尤其是我表哥 那一头金黄的头发 爬山的过程中 我表哥的步子 突然停下 向着我舅舅 舅妈说了话 随后 他们两人转身 在看着什么 而我的表哥 就在这个时候 伸出了手 那一刻 所有人都安静了 愣在了原地 而幕布上的画面 还在不断地循环播放着 我冷笑地看着这一切 表哥 我为你准备的礼物怎么样 外婆的墓 上山只有一条路 而我在清明节的 头一天晚上 在这条路上 安装了七八个广角的 运动相机 等的 就是这个时候 下一秒 安静的灵堂 瞬间炸了锅 我表哥的表情 开始变得猙獰 假的 都是假的 这视频是假的 下一刻 他直接走过来 一把抽出插在电脑上的U盘 丢在地上后 狠狠地踩碎 你没证据 你没证据 哈哈 随后 直接向我冲了过来 我一脚 将他踹翻在地上 直接踩在了他身上 你失心疯了吗 我就只会有这一个U盘吗 剩下的我都交给了警察 他们一会儿就过来 是不是很失望 明明马上就要成功了 钱 房子 马上都要到手了 就差那么一步 可惜 现在一切都不是你的了 那一刻 我表哥似乎明白了什么 他在地上不断地挣扎着 发出着嘶吼 是你 都是你谋划的 啊 我低笑了一声 我可什么都没做 是我让你去买的保险 还是我让你去赌的薄 借的钱 不过有一点你说对了 如果你不三番五次地践踏我的底线 不三番五次地伤害我的女儿 你现在指不定还活得很潇洒 趁着还有命活着 赶紧多呼吸点免费的空气吧 你也没多少日子了 这时 我听见外面传来了警笛的声音 表哥 这个结局 你喜欢吗 事情结束后 我离开了老家 去了陆安 我打算和女儿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 在这里 陪陪我的岳父岳母 也让我爸妈彻底冷静冷静 如果没有他们的拎不清 没有他们为了亲情 毫无限制的纵容 也许这个家 还能是完整的 至于我表哥 据说在看守所里疯了 正在做精神鉴定 不过这一切都和我无关了 此刻的我 正抱着女儿坐在阳台上 牵牵你知道吗 那颗星星 就是你的妈妈 她在天上看着你呢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 对你有所感触 尚未订阅的朋友们 别忘了点击订阅 这样我们可以每天陪伴你 让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一起慢慢变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